他刚在街道骑着主板人家 回家就听说要代替展姐出嫁 立刻慌了又哭愣了 他老爹一生气就给了他一棍子 总得等身一亮就打包扔进花轿 然而他爹怎么也想不到 那一棍直接给女儿打包送去了地府 现在身体里的是比疯癫原主更癫的灵魂 毕竟谁癫得过一个被996统治多年的底层牛马 不过替嫁这件事确实没办法 要是我不嫁 估计整个家族都会因为欺君被问罪砍头 早年间因着故交关系 胜券正浓的乔家与当时刚入汉林的霍家定下婚约 谁料风水轮流转 先帝驾崩新帝登基后 乔家门庭冷落 而霍家官拜正二品户部上书 乔家以为凭着霍家如今的家事 断不可能与个破落户结亲 谁料霍家却请了门人上门要旅行婚约 乔家见状便已欣然硬下了 但没想到就在大婚前一日 宫里传出乔家月已经上了选秀名册 他若是再嫁去霍家便是弃君 正在大老爷带夫人急得团团转时 二老爷乔远征站了出来 让我那闺女替家月嫁吧 知微才九岁尚且年幼 府上如今唯一能替家的也就只有九婴了 回去好好同娇娇说 莫要刺激她 另外再安排几个行事稳重的下人 跟在身边调教 至于霍家那头 等今日过后 老生会亲自登门赔罪 母亲 使不得此时因涨房而起 要登门赔罪也该是儿子去 二弟 今日知事算长房 欠了你一个人情 将来月儿若是有兴入的盛宴 大哥言中了 危机当头 我们三房本就该同气连织 何况当年云儿的事 二房有错在先 一直没能找到机会弥补 八岁六年 原主跟大房的述出二小姐乔西云 在河堂边玩耍时起了争执 推嗓中二人双双落水 乔西云因此允了命 对此二房对大房一直是心怀愧疚的 而对于替嫁这件事 现在的乔九英看得很开 对方是风光忌悦的世家公子 怎么可能会看上破落护家的疯癫小姐 等过了府 我在发发疯 华二公子发现新娘被患 定会一怒之下把我扫地出门 到那时 我在光明正大回娘家就是 同一时刻的霍家也不平静 霍夫人坐在房间越想越气 如今的乔家 哪里还配得上霍家 天天老爷念旧情 觉得当年是乔家拉了他一把 他才能走到今日 如今乔家没落了 他不能坐视不理 就非提出来要履行婚约 把我宝贝儿子霍寻给搭进去 二爷在何处 二爷在书房看书 儿子还是一如既往的秀义律己 大爷在哪 小丝眼神闪躲 支支吾吾半天没说出个所以然来 又去外头私混了吗 小丝将头垂得更低 不敢吱声 去把大爷请回来 就说关于大姑奶奶的事 我想与他谈谈 现在的霍夫人是济氏 霍正廷的原配玉有一子一女 儿子便是大爷霍随 而霍夫人口中的大姑奶奶 正是霍随已经出嫁的亲姐姐霍宁玉 小丝找到霍随时 他正带着一帮人气势汹汹的朝着乔家而去 大爷 夫人有请 霍随的脸色有些不好看 他白天同自己的几个兄弟约好去赌方 结果才刚到街道 就被一头满街乱窜的人 骑黑毛猪给撞得差点见了鼓东 更气人的是 谁在猪背上的还是个女人 霍随醒来后多方打听 才得知对方是荣安伯府的三小姐乔九英 霍随越想越气 白天没好意思出门 怕听到有人传他被鼓撞 入了夜打算带着人去乔家碰个词 没成想这才到半路 就被自家府上的下人给拦了 滚开 好像是跟大姑奶奶有关 回府 娘的娇娇啊 你这啥也不懂 脑子还不好使 突然嫁去霍家可如何是好啊 有点母爱 但不多 我怎么听说你昨天出趟门还骑上猪了 猪马不分不打紧 将来可不能人马不分 骑到你那位婆母头上去啊 不得不说 冯氏是个狠人 毕竟原主疯癫又叛逆 孩童智商 一般越是不让他做的事 他越要去尝试 冯氏这么说 看似在阻止我 实则一早就知道 霍家当家的纪事夫人是个不好相遇的 故意提醒 一旦受了欺负 无需忍气吞声 可以凭着自己的疯癫人设 直接骑到对方头上去 冯氏这么做 是疼女儿疼到了骨子里 乔九英心中忽然有些感动 她想说点让对方宽心的话 又怕崩了人设被看出一样 娘 哎 骑猪挺好玩的 霍府的花叫到了 乔家全是女儿没有儿子 因此乔九英出嫁 也无兄弟背她出门 小姐 在拜堂之前只要不闹 等里程就满足你一个要求 这些话自然是对情绪不稳心志不高的原主说的 乔九英知道这只是权益之计 乔家大婚前夕换了新娘 注定是要得罪霍家的 但是已至此别无他法 只能先把堂拜了 走一步看一步 温嬷嬷见盖头下的三小姐妹吭声 也没有要闹腾的意思 心中暗暗松了口气 然而这口气在看到大门外接亲的新郎官时 惊的一瞬间又悬到了嗓子眼 大婚当日 新娘换了 新郎也换了 但双方却都毫不知情 主打一个新婚盲盒 说好的霍二公子呢 怎么来的竟是京中出了名的婉库 霍大公子霍随 怎么回事 怎么感觉周围的气氛不太对劲 有情况 乔九英按捺不住 手指习惯性的动了动 大小姐这边请 到底还是心虚 所以连霍二公子为何不亲自来接亲都不敢问出口 就在乔九英快进花轿时 霍随突然出声 等等 这一嗓子 让温嬷嬷和锦新兰心三人心里吐吐狂跳 听闻贵府几位小姐平日里感情甚度 怎么如今大小姐出嫁 三小姐却不出来相送 换新娘的事是昨日临时决定的 就连府上的许多下人都还不清楚 霍大公子为何突然这么问 难不成霍家已经提前听到了什么风声 三小姐尚未出阁 不宜抛头露面 何况先前在后院 三小姐已经同大小姐道过别了 公子可是找我们三小姐有事 哼好好好 昨日齐出窜街 今日就不宜露面了 这事敢做不敢当 缩壳里不敢出来了是吧 等你们三小姐出嫁 记得给霍家去张情帖 到时候 我不仅要收拾乔九英 还要嘲笑乔九英的男人 想得很美好 却殊不知他要找的乔九英就在他面前 交谈结束 乔九英一上花轿就睡了过去 花轿在礼乐声和鞭炮声中缓缓起程 赵李新兰官还引领着年轻队伍去游城 霍隋却没有了一个耐心 他之所以答应娶乔家女 完全是为了霍宁女 姐姐夫君早逝 又在生产的时候落下病根 奈何夫家家境贫寒 根本无力承担姐姐的要钱 希望我这继母能说话算话 这事之后把姐姐接回来养病 花轿没游城 直接去的霍家 对乔家来说反而是好事 拜堂之前都不要出意外 不要出意外 原本踢轿门只是按移城走个过场 却没想到霍隋一脚踢空了 半个身子扑进了花轿里 年轻真好 倒头就睡 嘲讽性太大 霍隋黑着脸站起来 反而起得太猛 没稳住又来了个没开二度 这难道是什么小众的花轿拜堂模式吗 不等他想明白 霍隋已经快速起身溜了 而坐在喜堂的霍老爷 在看到进来的新郎是大儿子霍隋时 脸色立刻变了 怎么回事 新郎不应该是寻儿吗 此事怨不得窃身 是大爷私慕 乔家女已久 昨还托人四处打听来着 妾身与二爷商议过后 为保家宅安宁 所幸成人之美 让大爷如愿以偿 大庭广众的 马上就要到拜堂及时了 想来老爷也不可能让人 现在去查真伪 只要糊弄过这一关 等那二人拜了堂这事 就板上钉钉了 这个成天只知道吃喝玩乐的废物儿子 顽固又叛逆 除非他自怨 否则就算拿刀架他脖子上 也不可能让他乖乖出现在喜堂上 只是这么一来 就太对不住乔家了 事已至此 只能将错就错 后面再亲自去乔家登门赔罪了 霍夫人见霍老爷的情绪慢慢稳定下来 便知他已经接受了临时换新郎官的事实 心中暗自窃喜 我可还指着儿子为林家光耀门眉呢 自然不能让乔家这个绊脚石绊住他 随着赞礼官高昂的声音落下 新郎新娘就位 开始拜堂 宾客们满脸笑意 霍老爷和霍夫人面上也挂着得体的笑容 唯独站在一旁的温嬷嬷几人傻眼了 怎么回事 二公子呢 大公子不是代地结亲吗 怎么还亲自拜上堂了 新郎官不是二公子吗 怎么没见他人出来 今日成亲的分明是大公子 二公子怎会出来 乔家为了让大小姐顺利选秀 不得已临时换了新娘 怎料霍家竟也来了这么一出 恨你女家玩裤子 这下又出大乱子 丝毫不知情的乔九英已经拜完了堂 宾客们一直在起哄 霍髓的耐心也已经好尽 可以想到还在属地受苦的姐姐 只能按纳柱 还好嫁过来的是性子端庄的乔家月 至少安分不惹事 若是那的脑子有病的妹妹嫁过来 昨日敢骑猪状物 明日估计就敢骑着猪上方接瓦 正想着 新娘突然打个喷气 直接把脑袋上的盖头给吹开来 我嫁的不是二公子霍寻吗 怎么现在新郎官竟是霍髓 也是霍夫人那种性子 怎么会担心她一手栽培的亲儿子 娶个破落户之女 想来霍家也跟乔家一样起了心思 把最好的留下 换了个挫的来联姻 歪国配歪造这句老话 在此刻被体现得淋漓尽致 霍髓也没想到自己心心念念 要收拾的人竟然一直在眼前 乔三小姐怎么不说话 哦 我说话比同龄人晚 其实现在新郎官被换成霍髓 对我来说反而是好事 她本就跟原主结了仇 就更不可能娶乔家这位三小姐了 而只要霍髓不满意 火卷铺盖走人就指日可待了 就在这一刻 乔九英心里已经做好了决定 既来知则颠知 霍髓看着眼前的乔九英 就想到自己昨日大庭广众之下 当着好几位兄弟的面被猪撞的画面 再加上她去接亲时说的 要嘲笑乔九英男人那番话 脸上火辣辣的 像被人呼了一巴掌 临时换新娘 以次充好 乔家怎么敢的 乔家严选 绝对是按照大公子的水平 给您精准匹配的新娘子 你要实在不满意的话 赔我点钱呗 有错在先 你还想讹人 乔家便是这么教养你的 虽然高考教卷的时候 把脑子一块交上去了 但我这个人还是略懂道理的 如果道理讲不通 我也略懂拳脚 可与大公子切磋切磋 但你若是要我为此事负责的话 那我的精神也略有问题 说白了 要讲道理就听着 要动手就奉陪 但要负责的话 那就要发个鸡犬不宁的小疯了 气昏了头 都险些忘了自己面对的是个非正常人 他黑着脸加快步子把乔九英带到新房 扭头就出去找货夫人质问新娘被换一事 虽说乔家那位大小姐性子端庄 可临时换新郎官的事太过突然 待会儿带头一掀 难保他不会闹起来 你多安排些下人去守着 别把事情闹大了 起码等宾客散去再说 好的 正准备要出去 就见货随黑着脸从外面走进来 我这个妓子说话行事 向来不走寻常路 可别是堂都败了 又突然来个毁婚吧 你个逆子 不好好去外院推客人 跑这来做什么 这一切是不是都是你安排的 换新郎官的事 的确是我临时安排的 但昨天晚上 跟您已经同货随谈讨了条件 这个时候跑来质问我 是打算弃远在属地的霍宁玉鱼不顾了吗 大爷这话何意 我怎么听不懂 你是不是一早就知道乔家也换了新娘 还特地把我推出去 什么 什么换了新娘子 难道乔家出嫁的 不是大小姐乔家月吗 母亲可知 今日与我拜堂之人是谁 难得尊称一次一生母亲 却讽刺意味十足 但霍夫人也确实不知 之前府上去过礼的时候 拿回来的羹铁 是乔家长房长女乔家月的 新娘自然也只能是她 怎么 有问题 羹铁没错 但人错了 来的不是乔家月 而是三小姐 乔九英 这这这 是不是中间有什么误会 乔家竟然把新娘给换了 临时换新娘 还换了个脑子有问题的 乔家也敢 不行 我得亲自去看看 洞房花竹叶 丈夫没来 婆婆就气势汹汹的找了过来 敲着敲着 霍夫人敲几眼了 直接让婆子破门而入 近来就看到 本该坐洗床上 等新郎官洞房的新娘子 正在呼呼大睡 夫人 这也太不像话了 哪有新娘不等新郎官 直接就寝的 霍夫人没说话 目光紧锁在 乔九英艳丽的侧脸上 乔家月我见过 是秀雅温暖的长相 很显然不是眼前这位 看来乔家果然动了手脚 唉 长得倒是有几分姿色 就是可惜 是个疯的 忽然的长相倒是耐看行 就是可惜我没啥耐心看 霍夫人身边的婆子一听这话 立马巴掌一扬 朝着乔九英脸上直招呼 乔九英灵巧避开 那婆子不防 一个跟头栽下去脑袋撞在床檐上 疼得面目猙獰 顶撞夫人 你还敢躲开 你要是没有无险一斤 你也能躲开 虽然这些风言风语我听不懂 但在大庭广众之下 其诸撞人的规格小姐 要能说出正常话 那就见鬼了 能跟我说说 乔家为何临时换了新娘子吗 来的这一路上他细想过了 霍随和乔九英已经拜堂 为了不影响到他的儿子霍寻 眼下只能将错就错 把霍家的损失降到最低 霍随之所以不乐意娶乔九英 是因为这二人提前结下了梁子 如果能化解这场小矛盾 相信霍随为了霍凝郁 并会选择闭嘴 乔九英看着霍夫人那满眼的算计 认真想了想 似乎真是在回忆 乔家换新娘的整个经过 霍夫人也没催她 坐在一旁等着 据我所知 我一无所知 退一万步讲 难道霍家就没有错吗 半斤八两 谁也说不了谁 乔家是换了个脑子和精神 都不太正常的新娘子过来 霍家不也安排了个成日里 只知吃喝玩乐的纹酷新郎官吗 霍夫人没反驳 因为这话确实没毛病 不管乔家出于何种目的 临时换新娘 霍家同样来了一遭 双方都无礼 而且跟这个乔九英 也讲不了道理 那么乔三小姐想如何呢 这是把矛盾都抛到我身上来了 夫人有所不知 我这人其实挺热情 有什么道忙是我可以帮的 你只管开口 随后两人有一搭没一搭的沟通起来 但这句句有回应 事事没着落的沟通 饶失或夫人在好的性子 也被激出脾气来了 夫人 跟我吵架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也不必跟我掏心窝子 要不你直接掏钱试试看呢 不就是新娘退不了货 要解决货随的情绪问题吗 这事还用得着沫沫叽叽半天 算了 可以用银子解决的问题 都不算问题 你开个价吧 给多少钱 能去给大爷赔罪 五百两 成交 货夫人生怕他反悔 马上开口硬了下来 就死马当活马医了 疯子应付完裤子 说不准会有奇效呢 这五百两算是定金 你若是能彻底摆平此事 我可以再支付你五百两 好家伙 难怪都说有的必有失 这突然得了一笔横财 一下子失去了很多烦恼的感觉 确实令人发愁 包在我身上 夫人等我好消息吧 货夫人走后 温某某几人才得以推门进来 见乔九英一派云淡风轻的坐在那 温某某顿时就慌了 完了完了 按照以往惯例 三小姐越是平静 后面就会疯得越厉害 三小姐 你 是不是见到新郎官了 见到了 她 她是 是货随 咱们家大小姐换三小姐 或家二爷换大爷 这下可怎么办呀 其实现在两边都不站立 只要三小姐不闹 乔家再来个主子 走走过场赔个礼 此事应该就能善了 大小姐也能安心入宫选秀 两全其美 新郎官被换了 三小姐可有什么想法 出嫁之前 嬷嬷是不是答应过 会满足我一个条件 是 老天保佑 这小祖宗能干点人事 哦 那你去把我的陪嫁猪弄到房里来 是 啊 霍随回来时 乔九英正大马金刀地坐在桌前吃饭 望着乔九英那饿死鬼头胎的吃饱 霍随本就郁闷的心情更是雪上加霜 乔家严选 绝对是按照大公子的水平 给您精准匹配的新娘子 不是 想我堂堂上叔父公子 就配取这么个玩意儿 来一口不 霍随没搭理她 走到衣橱前准备收拾东西去睡书房 让衣橱一打开 里面竟然是一只绑了蝴蝶结的黑毛猪 这不是昨天撞我的那只猪吗 哼哼 哼哼 哼哼刚刚给大爷赔礼道歉呢 大爷就看在他态度诚恳的份上 别跟他一般见识了吧 哼哼 全名骆驼哼哼哼 昱称哼哼 他知道自己昨天闯了大祸 竟然说什么都要随我陪嫁过来 想当面给霍大公子赔罪呢 霍大公子气消没 霍随飞淡气没消 反而被气笑了 那你让他给我嗑一个 好说 翔子 给咱霍大公子嗑一个 翔子很快前找一区 跪趴下去 嘴筒子里腰公四的哼记两声 不是 还真有人能训诛 霍大公子还需要点别的服务吗 这个女人仗着脑子不好为所欲为的程度 跟我比起来 简直有过之而无不及 看来走硬的是不行了 霍大公子这是怎么了 你的翔子没错 是我错了 我从一开始就不该出生 如果我不出生 我娘也不会死 如果我娘不死 我也不会沦落到被后娘掌控的地步 如果我没有沦落到被后娘掌控的地步 就不会被猪撞 如果我没有被猪撞 今天就不用看猪主人的脸色了 好家伙 卖个惨这么溜 你要考研啊 看得出来 霍大公子被子侍伤得不轻 可你们这地儿没有医保 你又游手好闲身无分文的 伤太重了没人给你报销 霍大公子保重啊 游手好闲怎么了 说明我淡泊名利清新脱俗 在赌方里清新脱俗吗 你懂什么 我不过是跟几个好友闲暇小聚罢了 说什么赌那么难听 是家子的事能叫赌吗 以后我的事你少管 记住没 既是记住了 就是想不起来 莫名心塞 总觉得这疯女人 好像是冲我来的 每次一张口 总能精准踩在我的穴道上 不行 不能留她 总之 我不管你们乔家有何目的 只要我不承认 这婚事就做不得数 言外之意 让乔九英哪来都回哪去 乔九英沉默过后 乔子上 乔九英 你要干什么 做售后服务啊 霍大公子不是对我不满意吗 我们乔子负责安抚客户的情绪 要是安抚完 您还不满意的话 我这里还有终止客户呼吸的套餐 忠心住院霍大公子 能有一次愉快的用户体验 你 你 他新婚当天就把丈夫气晕了过去 公公听到后非但不生气 还突然乐了起来 这逆子气了我这么多年 从来都是目中无人 不把府上规矩当回事 竟然还有人能把他气晕 这乔家三小姐 竟是个妙人儿 果然老话说得好 恶人还得恶人魔 那个逆子 是该有人好好治治他了 那老爷的意思是 堂都败了 此事已无更改的可能 眼下唯有将错就错 乔三小姐到底是个女儿家 我这当公爹的不好与他多言 你找机会好好安抚安抚他 至于荀儿 等将来有合适的姑娘 再安排相看吧 只要不是让荀儿娶乔家女 让我做什么都行 另一边新房中 霍髓晕了 但是是装的 我倒要看看 我来上这么一出后 那个疯女人 能不能有点自知之明 感觉差不多到时间了 霍髓尝试睁开一只眼 结果就跟响子来了的大眼对小眼 小九英 你 大公子睡醒了呀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粗鄙 有点薄斧千斤的素养 屋子里是起居坐卧的地方 不是猪卷 既然大爷不喜欢 那我发誓再也没有下次了 如果有 我就再发誓 霍夫人带着服衣过来时 屋里的这对新人 一个已经洗漱完 准备美美的睡上一觉 一个还坐在一旁生闷气 看来这服衣是用不上了 没人搭理他 他也不恼 静止走到霍髓面前 在霍髓之前先一步开口 去属地接凝郁的人已经出发了 等明天一亮 我便往娘家去封信 让他们尽快把药材备齐 争取凝郁一到就能吃上 眼外之意 曲乔九英已经摆上钉钉 他若想反悔 也得先掂量掂量 是霍凝郁重要 还是他的脾气重要 算了 还是姐姐重要 多谢母亲 目的达成 得到霍髓的准化后 霍夫人满意的带着下人离去 看来 霍髓之所以自愿变成今日的新郎官 多半就是为了这个叫凝郁的人 等这个凝郁来了 霍髓目的达成 耐心耗尽 到时估计都不用我主动提 他也必然会想尽办法 让我卷铺盖走人 等房间彻底安静下来之后 乔九英打了个哈欠 房洗床上一躺就睡了过去 霍髓不想给自己添堵 抱着铺盖静止去了书房 乔九英是被井心的声音给吵醒的 这人形怒中 让他很想发一通低素质的起床气 当学生早八 当牛马早八 当新娘还早八 本以为手心手背都是时已经很难受了 没想到脚底还有 三小姐 二老爷来了 霍家老爷和夫人这会儿正在前厅招待呢 您是心腹 得去敬茶 我爹来了 没事 天他下来让我爹顶着 听说二老爷带了些金银贴布给小姐 要您自己去清点 乔九英听完 上一秒还满是脏话的表情 立马变得笑咪咪 好的 变脸速度之快 让锦心瞠目结舌 乔九英梳洗完毕准备出门 正好撞上回来取东西的货髓 他明显一宿没睡好 双眼吓一片乌青 哈喽 老货 昨晚没睡好啊 你非要加个老字吗 我才十九岁 你几岁不重要 重要的是给你加个老字会显得我更嫩 三小姐 咱们快些走吧 别让二老爷久等了 嗯 好的 他瞬间停止了毫无意义的嘴炮 毕竟银子才是治愈他早八滴素质的良药 乔家二老爷 不正是乔九英的爹吗 他来货家做什么 感觉有好戏看 货髓也不着急拿东西了 身子一转 直接跟上乔九英 乔九英 你贼眉鼠眼的盯着我做什么 大爷莫慌 虽然我的眼神比较有攻击性 但我的肉体十分窝囊 经不得一点风吹雨打 所以待会儿有钱我拿 有罪你受 事后咱俩分赃分账 如何 听这话 就回来精神了 他之前想走个捷径给霍宁玉弄些银子 于是把主意打到了赌方 结果险些把家给败没了 霍老爷便禁止了 他从账上支取银子的权利 如今的霍髓 是个货真价实的穷光蛋 我现在的确很缺银子 不拿白不拿 所以我收着就有钱拿吗 干就完了 乔远征除了给自家女儿带些贴补外 还给霍家带了赔罪礼 原本今日一早大老爷乔明德说 什么也要亲自来 但最终还是让乔远征给拦下了 临时换新娘这事 乔家有错在先 的的确确需要有人登门赔罪 但嫁过去的毕竟是九英 不下女儿在霍家的处境 二来他已经想好了 霍家大发雷霆之后的应对之策 然而刚踏入霍府大门 乔远征就觉得气氛莫名的怪异 下人们看他的眼神不对劲 霍老爷和霍夫人的反应也不对劲 不应该啊 才一个晚上的时间 我家闺女那疯癫症状 就人传人传到霍家了吗 霍兄 昨日小女替假一事 他话还没说完 就看到外面飞速闪进来一抹黑影 一个滑产行云流水的跪到霍老爷跟前 爹 我 我昨天又赌输了 来人正是霍随 先前还勉强维持着笑容的霍老爷 顿时气的脸色铁青 不过亲家还在场 直接拿过一旁的鞭子 对着霍随就是一顿抽 目睹了全过程的乔九英 他没关职 六 不是哥们 为了点窝囊 非你颠得这么抽象吗 乔远征虽然一头雾水 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霍随华贵 这扑面而来的熟悉感 让他不受控制的心慌起来 糟了 好像真颠了一个 霍老爷一边打儿子 一边偷苗亲家 担心乔远征会被霍随的败家吓到 开口把女儿要回去 昏事已成 如果乔家这时候把新娘子带走 霍家的名声就完了 虽然我围观青年作风干净 但还没爱干净到 用颜面扫地的境界啊 慌得一批的霍老爷不知道的是 乔远征比他更慌 他活了大半辈子 竟然还是头一次知道 颠症会传染 双方都不知该如何开口 前厅里就这么安静了下来 安静的只能听到 把鞭子打在霍随身上的声音 为什么只有我在受伤 糟糕 这丝丸脱了 爹 您不用担心 公婆对我很好 大公子对我也好 那就好 不对 你刚说什么来着 什么大公子 我家娇娇嫁的 不是霍府二公子霍巡吗 关大公子什么事 亲家你听我解释 霍老爷忙停下鞭打霍随的动作 满脸歉意看向乔远征 随后就巴拉巴拉 把霍家这头画了心乱观的 是大体说了一通 乔远征听完整个人被带住了 一口气堵在胸口 他心疼自家女儿竟然在阴差阳错之下 嫁给了京都出名的顽裤 可质问的话 却是一个字都说不出口 毕竟霍家换了个顽裤 乔家也没好到哪去 古往今来执子一桩 可见是天定的缘分 亲家老爷也别过多忧虑了 我看他们小两口 自拜堂到现在 相处甚欢 我们做长辈的 自该帮衬理解 是啊亲家 我这儿子平时就爱撒点小谎 什么赌不赌的 他只是看着吊儿郎当 实则爱好读书 我实在是看不惯他 成日泡在书本里 怕他冷落了新婚妻子 才不得已当你面出手教训他的 虽然还不当场给你岳父表现一个 他第一次见入户 便当场表现了个阴暗爬行 乔九英生怕他颠出新境界 立马上前一手刀把他拼了过去 见笑见笑 我看大公子这症状多半是穷闹的 打一顿就好了 乔九英这句话 惊得霍老爷立马让霍夫人取出一千两现银 还拿出了霍家传家的祖母绿镯子 九英来 这是给你的新婚贺礼 三小姐是不是嫌少了 笑话 区区一千两而已 对我来说也算钱吗 那可是我的命啊 习惯了乔九英不按套路出牌的温嬷嬷想了想 甚至觉得这话没毛病 毕竟乔家落魄多年 上一次丈夫还是在上次 而现在霍家出手就是千两现银 还外加一只价值不菲的祖母绿镯子 也是好久没看过三小姐笑得这么开心了 面上矜持心里刺着大牙的乔九英 已经在推剧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士 收下了镯子和银子 还顺手抄起一块银钉子往嘴里咬 险些把刺着的大牙给崩掉 这一幕看得乔远真一脸沉默 可一瞅之前滑跪矮打阴暗爬行 这会摊在地上 晕倒前还不忘摆个造型的霍髓 又莫明觉得这俩人出奇的像 果然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吗 这是什么天打雷皮的缘分 乔九英收下镯子 就代表默认了这桩婚事 霍老爷松了口气 乔远真也松了口气 两亲家相互寒暄了几句后 乔远真单独和乔九英说了会话 把自己带的东西给了他 临走前还不忘嘱咐 以后没钱花了 就回娘家找爹药 乔九英满心感动的送爹离开后 便让人抬上银子和他的不值钱的夫君 回了自家院子 乔远真给他带的东西 是一套工艺昂贵的留金铜面和二百两银子 他望着那套华美绝伦的留金铜面 沉默了好久 不用想都知道 这对夫妻为了让女儿能在霍家挺直腰杆 肯定把家里能变卖的都变卖的差不多了 刚穿越过来时 他其实没有太多真情实感 也没有想一直留在霍家 但现在想想 对乔家来说 他留下和离开是两种翻天覆地的结果 乔家本来就不受朝廷重视 家里四个女儿 腰折一个 疯了一个 还有一个年纪上小 唯一能顶视的 只有长房长女乔家月 乔家把所有赌注都压到了乔家月异人身上 盼她能入选得宠 随后拉家族一把 但万一过得了初选 最后却入不了皇上的盛眼 唉 这个时代没有儿子的家族 要想振兴有多艰难可想而知 长姐作为家族唯一的希望 一旦失败 乔家就再无翻身的可能 而如此严峻的形势下 乔远征夫妇还能为了让女儿再附加过的体面 不惜变卖家产给她撑场子 却只字不提家族危机 乔九应颠归颠 却不想顶着远主的皮继续无所作为 去糟蹋乔远征夫妇的权权之心 决定了 我要留在霍家 长姐若失败了 我这里还有个霍家作为退路 辅一给霍随夫妖没多久 她就转醒了 看到床头边托盘里整齐摆放着的500两雪花银 霍随一个机动扯到背上伤口 险些小年十九 乔九应就坐在旁边 见状凑近了些盯着她看 你看我做什么 看你眼睛大 借用一下照照镜子 你随意 其实是之前府衣上药的时候 她无意中瞥了一眼 没想到这个文明京都的顽固竟然还有腹肌 有言有腹肌 我这个夫君就算是驼屎 那也是一坨赏心悦目的屎 起码能看 不知道为什么 总觉得乔九应看我的眼神像在看驼屎 明明我们俩半斤八两好吗 你爹给的一千两 按照约定分账 这是你的 这钱分的太容易了 霍随下意识紧闭起来 五五分 你确定 一九也行 你一 我九 成交 她原本对这个疯婆子是敬而远之的态度 没想到今日一通配合就能到手五百两 这五百两够给姐姐买一段时间的药 虽然这次临时承诺 她会负责姐姐的药钱 但谁知道她会不会整别的手段 之前在前轻一按爬行的时候 霍随多少有些理解了乔九英平日里的疯癫行为 被逼急了 人哪有不疯的 因此 她萌生了和乔九英长期合作的念头 刚好乔九英也有着同样的想法 要不考虑一下我们 了解 茫茫人海 你我相识也算一场报应 以后一起发颠吧 霍随在短短一日内已经习惯了乔九英的颠 抱着银子认命似的躺了回去 能这么顺利就达成合作共识 倒是有些出乎乔九英的意料 乔九英回到自己的房间后 把乔子交给蓝芯带去洗澡 她往床上一躺准备补个回笼觉 随后做了个上班迟到的噩梦 以前的乔九英是个护飘 月薪四千八 蓝命往里搭 天天想辞职 月月满全勤 根本不敢请假 怕老板发现有他没他都一样 我这钱虽然没挣着 但也不算白干 起码累着了 废寝忘食是他的标签 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打一天破宫发一篇风是他的日常 梦里乔九英刚坐上地铁 就被外面的动静吵醒 不好了 翔子让霍家二小姐的人给绑了 霍家二小姐 就是二公子一母同胞的亲妹妹 先前奴婢给翔子洗了澡 想着带她去后园晒晒太阳 把身上的毛发吹干 不巧竟然碰上了霍二小姐 然后呢 然后霍二小姐很生气 得知翔子是小姐的爱宠后 更是让人直接把她给绑了送去后厨 说中饭要吃烤全猪 那黑毛猪可是三小姐的心头肉 霍二小姐要真敢拿去烤了 自家这小祖宗发起风来 说不准还真能把霍家房顶给掀了 三小姐要不老弄去看看的 嬷嬷就别去了 你心脏不好 一会儿别被吓到了 这话说的 温嬷嬷一颗心都悬了起来 好久没看到三小姐发风钱这么平静了 走 跟我去会会霍家这位二小姐 她当着公公婆婆的面 把丈夫打晕了过去 没想到公公婆婆不仅不生气 还当场赏了她一千两银子和传家手镯 然而小裤子听说后却立马怒了 还直接绑了她的爱宠 听说那黑毛猪是大少奶奶的爱宠 二小姐真要将其宰杀吗 一个高价的破落户之女竟然如此嚣张 连父亲母亲都这样让着她 本小姐今日就是要吃烤全猪 我看她能把我怎么着 给我宰了那只畜手 二小姐好像是大少奶奶 什么大少奶奶二少奶奶的 霍千千脱口而出训斥了一句 等意识到婢女说的是谁 她迅速转过身 正对上一脸微笑的乔九英 刚来我们家就又是放猪又是发癫的那个人 是不是你 敢问二小姐有何指教 有你这么当心腹的吗 别人家的心腹贤梁淑德 早起是给公婆敬茶 你呢 你跑到前厅发癫 还把我大哥打晕了 你到底还有没有一点羞耻之心 别拿我跟别人比较 他们档次太低没那必要 再说了 我身上凭什么要装满你说的那些优点 我不累吗 你 你 从未见过有如此浩颜无耻之人 二小姐刚才说 想吃什么来着 烤 烤全猪 本小姐就是要吃烤全猪 你敢把我怎么样 那就是没得商量了 你什么档次 别敢跟本小姐讨价还价 来 想吃烤全猪的上前一步 劳资献杀 谁都别火 我他妈干翻世界 他 他是真疯了 果然发疯之后 棘手的事好办多了 年轻人 你别太年轻了 你给我记住 记住什么 霍千千完全被刚才 乔九英的风劲给震慑住了 这会儿一点脾气都没了 你别管记住什么 你就记住 千千 霍千千一听 哭声戛然而止 就朝着屋外跑去 二哥 你今日怎么有空出来了 听闻你在此处 我便来了 乔九英被这个声音音空了三秒 突然好奇 他身上脖子看了看 耐人的身形 却被院门处的一层竹子给挡了 跟我回去吧 好 先前还乃凶乃凶 骂不过就开枯的霍千千 瞬间变得乖顺无比 很快随着男子离开 霍千千管那人叫二哥 那小弟刚才来的 便是一开始与乔家 结亲的二公子获寻了 这个原本该是我姐夫的人 现在却成了我小叔子 真是快把我CPU干烧了 算了 就想紫要紧 霍寻带着霍千千走出后厨好远 她才回过头 干翻世界吗 似乎被这句话震惊到 霍寻的眉眼中 竟藏了几分艳羡 这位乔三小姐 活得真自已 千千只是个孩子 你怎么能这样吓唬她呢 你要这么说的话 这话可就不能这么说了 早上在前厅 我容忍你胡闹 那是看在老爷和乔家 不交的面子上 你给我适可而止 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 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具体什么情况 还得看情况 巧九英 人生有较尽情税 末时枕头空对呗 又是一次全障碍沟通 霍夫人气得心梗 回房缓了半天都没缓过来 群儿呢 二少爷去后厨 把二小姐接回来后 就一直待在书房没出来 听到儿子如此勤勉 霍夫人总算得到了一丝安慰 我前些日子 在文末摘定的书 应该到货了 你去取来给二少爷送去 让他尽快看完 回头我要请先生出题考的 是 不该一时冲动 跑去找巧九英兴师问罪的 那获随 本就是驼烂泥 娶的媳妇 自然也是半斤八两 我不该在毫无威胁的 这二人身上 浪费时间和精力 眼下的重点是 要盯紧旋儿不能放松 等将来我儿功成名就 让林家跟着脱胎换骨 我的任务才算完成 管家早早就把车马和回门里安排妥当 林出门前 巧九英表示要去给婆母道个别 却被管家一把拦住 夫人说了 免得婆媳见面彼此伤心 让大少奶奶安心回娘家 横竖离得近 想在娘家多待几日也行 那怎么能行 婆母对我那么好 我一日不见如隔十二时辰 得回 得回 晚上就回 回来一定第一时间去见他 听说二少爷是国子剑最优秀的剑生 大少爷为何没进国子剑 是不喜欢吗 你懂什么 天生我才必有用 我能不用就不用 知道巧九英今日回门 大门外 巧远征两口子早已等候多时 娇娇 这两日在霍家过得如何 那边可有人欺负你 谁 谁欺负你了 新婚当晚 霍家竟然换了新郎官 此事纯属巧合 本也怨不得霍家 冯氏正想宽慰宽慰女儿 却听温嬷嬷在一旁给他翻译 新婚夜 三小姐把姑爷气晕了过去 新婚第二天 他们家二小姐就想宰了我的翔子做烤全猪 三小姐拿着菜刀发疯 说要干翻所有人 把霍二小姐给吓哭了 事后婆母不问青红皂白 就来找我的茶 实在是太欺负人了 霍夫人被三小姐气到翻白眼 直到今早都没缓过劲而来 那 那着实挺欺负人的 愿母 冯氏看了她一眼 心情有些复杂 霍家官拜尚书 关注度高 福尚两位公子在这京都城里都很出名 只不过一个是以才华出名 另一个则是以顽固而得名 这二人半斤八两的杏子凑在一块 真担心她俩哪天能把整个京都颠出病来 来了就好 先进去吧 老太太让人备了宴席 就等你们两位正主了 娇娇 你长姐明日入宫 早前说了想单独跟你道别 知道了 一会儿吃完饭 我就单独去见姐姐 霍音看了眼对方衣服 她正知道姐姐的好闺蜜是朵白莲花 还是那种喜欢被刺的黑心白莲 阿月 我那日去起罗芳 无意中看到了你们家正在赶宫的衣服 好美 听秀娘说是你的 我一时喜欢 就找人做了套一模一样的 今日特地穿来给你看 怎么样 是不是很惊喜 捏捏 这和阿姐准备明日入宫穿的衣服一模一样 这种为了入宫特地定制的衣裙 一般不能出现第二套一模一样的 不然会被宫里认为不够重视 日益也不好 这薛莹一看就是故意的呀 薛小姐 你出门不喜欢戴脑子吗 我只是单纯觉得这套衣服好看 想着凭我和阿月多年的关系 做一套跟她一样的彰显姐妹情深 先前入宫去见丽品娘娘时 娘娘还直夸好看呢 瞧 瞧三小姐 我是哪里做错了吗 阿盈 你胡闹也要有个度 这套衣服是我入宫选秀要穿的 你做了一模一样的也就罢了 还穿去了宫里让那么多人瞧见 那我明日怎么办 对不起 对不起阿月 我不知道这是你入宫要穿的衣服 我只是一时兴起 好家伙 她还委屈上了 瞧九英看得辣眼 一眨不眨的盯着薛盈 又问了一遍 薛小姐 你出门不喜欢戴脑子吗 我不是 我没有 你戴了 哦 戴了脑子 那你就是故意的 我明白了 你就是话本里 见不得别人过得好的恶毒女配 瞧三小姐你 没有哪个正常人 会在好姐妹最重要的日子里 偷偷穿件 跟她一模一样的衣服 还捂到正主面前的 你要么是脑子有病需要喝药 要么就是故意的 怎么样薛小姐 选一个 这瞧九英说话也太难听了 我要不承认自己是故意的 就会被默认为脑子有病 看来眼下 我有一口咬死了自己不知情 我 我是真的 你是想说自己不知情吗 那就更好办了 听闻丽贫得宠 往娘家烧了不少料子 前些日子还给你做了几套定制的新衣 你身形和我长姐差不多 你帮我长姐去挑一套最好看的来 让我看看你的诚意 那些可都是好料子 我自己还一见没创过呢 薛盈一阵肉疼 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脚的那种疼 否则 嘿嘿 否则我明日就骑着诸上街 宣扬薛小姐人前姐妹情深 人后恶毒善毒 你别那样看着我 我也老大不小了 碰到讨厌的人 再藏着掖着不直接开骂就不礼貌了 乔九英让乔家月的丫鬟终云跟着去薛家 取一套华丽适中的绣裙回来 娇娇 刚才多亏了有你 姐妹那么多年 我今日才得知 阿盈的心思竟如此复杂 是长姐你太心善了 把所有人都想得太过美好 这世上多的是嫌你评判你父的 如今在宫外 薛盈还只是想要你出丑落选 等入了宫 那些人想要的可是你的命 长姐以后的多长几个心眼才行呀 娇娇何时懂这些了 就知道跟长姐说太多会崩人设 可入宫不是儿戏 不说又不行 她从小在上幕下合的荣安伯府长大 造就了如今的陈良性格 若是不成长 在即将到来的宫斗剧本中 肯定是活不过前三章的 我不是嫁人了吗 作为一个过来人 我已经过来了 今日之事 就当是入宫前给我的预警 我会牢牢记住的 薛盈怕是不会善罢甘休 她知道霍桥两家婚约的真相 日后一旦捅出来 会对长姐极为不利 你入宫后要多加小心 尤其是那个丽贫 至于宫外 我会想法子摆平的 为了给我替价 我家娇娇短短数日 竟然被逼着成长了这么多 我嫁入霍家 要提防应付的也不过 才一个霍夫人而已 长姐入宫 面对的可是从青铜到王者的 全段位选手 稍有行差踏错 将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从后院出来 乔九英又去见过老太太 这才辗转去往前厅 前厅里 坐着她爹乔远征 大伯乔明德 三叔乔安和和霍随四人 然而四人都没说话 就坐那干喝茶 气氛说不出的怪异 乔九英进去后 早就如坐针毡的乔远征 宛如见到了旧行 感动得险些老泪纵横 爹 你们怎么都不说话 发生什么事了 不是我们不肯说话 实在是家里穷啊 本来嘛 新姑爷回门 长辈们跟他唠唠嗑 在正常不过 可先前你大伯才刚起了个头 姑爷就问我们 准备聊多少钱呢 呃 岳父跟女婿聊天要付费 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炸裂回门 不用想都知道 定是霍随为了防止乔家长辈 问东问西 又不好让他们闭嘴 才故意这么说的 好好好 用钱拿捏乔家是吧 那他算是捏到软柿子 最终乔九英这个富家小姐 和穷鬼姑爷霍随 在乔家人 谁也不敢随便张口的静默注视下离开 演技不错啊 难为你今天一天都显得很正常了 演出费记得结一下 谢谢 马车最终在货府大门前停下 车销内的两人刚准备下车 外面突然传来一声怒吼 乔九英 你给老子滚出来 乔九英 你给老子滚出来 他刚把姐姐的白莲花都一起跑 紧接着就被白莲花的哥哥堵在了门口 喘成这样 看来这老小子是追我几条街了 这不是大理寺少卿家的公子薛定恶吗 京城三大丸裤中 获随排第一 这个薛定恶便是第二 你奇珠撞他身上了 有没有一种可能 撞他妹身上了 就知道那朵小黑莲一回去准高撞 需不需要我帮忙 相处几日 乔九英早摸清楚了这货见钱眼开的尿性 他连忙拒绝 不了不了 但凡能用钱解决的问题 我都解决不了 行吧 就是你欺负的我妹妹 你也不撒泡尿好好照照自己几斤几两 抱歉 我的尿哑光带磨砂 照不了一笔 本公子就没接触过你这么粗鄙的女人 张口闭口屎尿屁 你们家的教养呢 别被我大呼小叫 我从小就怕狗 把他给我带过来 我看他嘴硬到什么时候 现在知道怕了 狗咬你你不急 你敢踢我 他有个在宫里当主子的姐姐 以往走到哪都被人捧着 今日还是头一次 有人敢踢他的脸 虽然我看起来没素质 但事实上就是这样 不服来干 你说薛定厄这小玩意儿的名字是谁研究的呢 可能是文化人吧 霍寻刚从国子健下学回来 就碰到了薛定厄待人在霍家大门外闹事 他本能的想上前帮忙 却没想到乔九英先移不出了手 霍寻只得站在马车外 目睹了全城 他还没正式见过乔九英 但不论是拿起菜刀护自己的爱处 还是二话不说直接抬脚踹闹事者的行为 都给他留下了深刻起震撼的印象 这世上既然有女子能彻底无视规矩家族的束缚 活得那样肆意明媚 霍寻这一耽搁 回府的时辰便比往日晚了一炷香的功夫 赵丽去霍夫人院里问安时 霍夫人的脸色十分不悦 今日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霍寻不敢直视母亲严厉逼逝的目光 正日找个托词 霍夫人已经看向了她身后的书童 迟墨 你来说 敢有一句假话 即刻发卖 夫 夫人 先前达里斯少卿家的公子来找大少奶奶的茶 二爷的马车被堵在后面一时进不来 所以 所以 大门外那么宽敞的位置 还奈把你们的车给堵了 到底是车进不来 还是人不想进来 大门外的情况 早有人事无拘细报给了她 那对夫妻一个是顽固 一个是疯子 做出多逆天的举动来 我都不意外 但我的儿子绝对不能跟他们学坏了 母亲 轩儿 你太让我失望了 母亲莫生气 都是儿子的错 我不该一时探完在大门外看热闹 耽误了回房看书的时辰 惹母亲伤心 是我不孝 我只是个记事 又出身商户 这十几年来为了你 花费了多少心血 遭了多少人的白眼 就盼着你能早日出人头地 轩儿你要记住 你身上背负的 可是临时全足的希望 是万万不能有一丝松懈的 又是这些老生常谈的说辞 就连接下来霍夫人会说什么 霍寻都已经能倒背如流 十多年了 从记事起 小到她的一日三餐必须吃什么 四季衣服必须怎么穿 每个时辰必须回到家 每个时辰必须看哪本书 大到她必须结交什么朋友 不准与谁谁谁走太近 全都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没有一样 是她能自己做主的 只要稍微有一点没做到位 就会惹得她娘生气 其实霍寻不怕被罚 她怕的是霍夫人会通过惩罚 自己来惩罚她 荀儿 这是娘亲自下厨 给你做的点心 趁热吃吧 娘 我现在没什么胃口 放大等会吃 霍夫人见她半天没动 一把抓起碟子里的点心 就拼了命往里塞 霍寻至今都还记得 她娘被点心噎得面目猙獰 还要不断往里塞的窒息画面 她不想忤逆母亲就是重演 母亲保重身体 儿子这就去看书 今晚会多看半个时辰 你过几日不是羞怒吗 既然家里静不下 干脆去苦陀寺听慧能大师 讲佛法静心吧 霍夫人的安排 霍寻从来都没有拒绝的权利 她习惯性的点了点头 好 霍老爷下牙回家后 才得知霍夫人安排了霍寻过两日去苦陀寺 既然要去 那就一起去 让人去晚乡居 只会老大一生 老爷 我让荀儿去普陀寺 是为了静心 防的就是这对边公边婆 老爷一向不管祸随的 怎么竟突然想起来 让这根脚屎棍跟着去了 怎么 不好办 佛门乃清修之地 静昏心 里头的摘饭小菜 我怕大少爷吃不惯 毕竟当年 那个逆子 当年确实荒唐 要不是发现即使 他当年真能把方丈养的锦领给生肯了 自从临世过门 霍随就跟脱了江的风马一样 拴都拴不住 怎么气人怎么来 三天两头跟我对着干 感觉不把我气死 都不带罢休的 既然如此 那 霍夫人就知道 他故意提起寺庙斋饭清淡 定能让老爷回想起 霍随当年险些在佛门杀生的事 那他就更应该去佛祖面前赎罪 都成家的人了 还成日里吊耳郎当的像什么样 对了 让乔氏也跟着去帮我监督监督那个逆子 又不过霍老爷的决心 霍夫人只能吞下这个哑巴亏 让自己的大丫鬟去晚乡居跑了一趟 把去普陀寺都是说了 乔九英倒是无所谓 毕竟上辈子寺庙团建的事 他没少参与 就是有点费公司 领导要求自费打车去寺庙 自费请向祈福公司蒸蒸日上 于是乔九英特地赤五元巨资 买了一柱高厢在财神殿前常跪不起 不久后 领导望着一路下滑的财报陷入沉思 把乔九英叫到办公室一顿夸